為何我們會有不同的斑出現呢? 最主要是因為黑色素形成和沉澱 不能及時將它分解而經過血液排離開我們的皮膚 但是黑色素是我們身體自然的一個防禦機制 它可以幫助我們有效阻隔太陽光的紫外光 如果我們沒有黑色素的時候 太陽的紫外光就可以直接穿透皮膚 進入皮膚底層 就會破壞皮膚 甚至是導致皮膚癌出現 當我們生產過多的黑色素 而同時又不能夠吸使 將它排離開皮膚的時候 過多的黑色素就會沉澱在皮膚裏 就形成所謂的釋斑 影響黑色素的素量和代謝速度 都有好幾個原因 分別就是 大量的接觸陽光之後 令皮膚受瘡 肌膚長期乾燥或暴露在乾燥環境中 自然的老化 自身壓力的影響 賀爾蒙分泌失調 皮膚因為磨擦而受傷 好,今天的實驗就是用大家都很熟悉的香蕉 我們會用香蕉的皮 就在這裡 有很多白色的纖維 這個白色的纖維 裡面含有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 對皮膚有很多好處 它有舒緩皮膚癌 去除座瘡 治療牛皮癡 治療乳傷 可以保濕 滋潤皮膚 和淡化色斑 剛才提到白色纖維 能夠支援皮膚的癌症 腫痛 其實是因為白色纖維有焦皮素 另外,為何它可以淡化色斑 因為有豐富的維他命A和C 還有一些礦物質 這些維生素和礦物質 都可以加發我們的新陳代謝 以及可以提升血液循環 我這個實驗 希望可以印證一下 這個椒皮可以去到皮膚上的斑 以及它有沒有很強的保濕狀 當大家選擇椒的時候 要選擇熟的椒 就沒有選擇親寶寶的椒 熟的椒的意思就是 椒皮上有一點點的黑色 這樣就叫做熟的椒 我每天會塗兩次 都是早上和下午 然後每次都會用新鮮的椒皮 椒肉可以自己吃 其實一點點就夠了 切一點點出來 然後我會因為方便比較 我會塗在我面的左邊 即是左邊面 可以看看七天之後 左邊面和右邊面有沒有分別 例如台灣的醫師 醫師有中有西 有說過大家小心 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可能會令你越塗越黑 因為他們說很多水果的果實 和水果皮 很多時候有些暫時美白的作用 同時它也有些感光成份 當你塗上去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 凍口反絕 就看看七天之後 我的情況如何 再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用這麼多 就應該足夠了 Hello 我的實驗完成了 之前跟大家說 是做七天的實驗 將椒皮擦在我左邊面 早晚割一次 我最終沒有洗臉 擦完之後就讓它乾了 就算了 試驗什麼呢? 就是試驗去斑功能 和保濕效果 我現在跟大家揭曉它的效果 沒有去斑效果 一點都沒有 保濕效果 基本上我就是早上洗完糧 晚上洗完澡之後 就把椒皮擦在臉上 之前我就會用這個 Toner 塗在臉上 令它保濕 我塗完這個香椒之後 其實基本上都不用用什麼Toner 都已經覺得是 有這個失眠的感覺 不用再塗其他東西 我覺得它的保濕功效是有的 另外 之前就是說 那些台灣醫師說 小心點 會越塗越黑 這個也是不成立的 因為完全沒有效果 為什麼我會做12天 不做7天呢? 因為我做完7天之後 我發覺一點都沒有效果 在許斑方面 我就做多幾天 但最終都沒有 免得花時間 我就停了 今次的實驗結果 有點不盡人意 不要緊 坊間還有很多偏方 如果大家有什麼偏方想我試的時候 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看看MIMI可以試 今次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